好 继续镜头带你来到瑞穗乡待会 第22届第三次的定期大会在这一天开议了 那么乡长吴万德率领各客室主管列席 进行施政报告以及各客室的主管工作报告 那么面对地方对于公所团队乡镇工作执行律不张的声浪 乡待会主席罗文腾在开议致辞时 严正的警告乡公所尽速上轨道 才能够真正造福瑞穗乡 瑞穗乡待会第22届第三次定期大会 今天上午正式开议 乡长吴万德率领各客室主管列席 进行客室乡镇业务工作报告 以及他自己的乡长实证报告 希望建设乡亲能安息乐业的幸福乡镇 方德在此要求公所团队将乡民需求放第一 积极赶办各列案件进取 贵会持续监督及鼓励 乡长吴万德花了十多分钟 逐字逐句照本宣科报告近期完成重要实证成果 以及未来的实证方向 但是面对地方以及乡代表们 对于乡公所团队乡镇业务计划工作执行效率不张的声浪 昨天在会前会时就开炮的乡代会主席罗文藤 在今天正式开议致辞时 严正警告乡公所务必尽速上轨道 各列业务按理来讲 早就应当不上轨道 但一两人 人事部位至今上会五点就会了 各个市主管 还有为鼓政的一个业务执行 绩效不张 影响圣经 建设为施政司之一 各位代表 以民众诚情提出相当多的建议 建议案 也积极向一言争取 经费或核定 但既了解 至今人会多数会失踪 公所应积极处理 并实 事实违页 不必达成根目 第三 经费来源之不易 切勿在发生高收回合的事情 在开议前 先行为自己昨天失控炮轰行为 致歉的乡代会主席卢文藤 在开议致辞时 除了其勉向代表们为民喉舌理性问证 严格监督 对于公所团队乡镇建设计划执行效率低 主席仍旧严厉要求乡长吴万德 以及公所团队再加把劲 才能真正造福建设地方 记者是玉兰 瑞瑟采访报道